黑色轎车撞上一旁店家大门口 车头几乎全毁 保险感也脱落 撞击声吓坏附近的民众 他们两个有插撞 所以他们看到他们两个都会 回到他们来 这一次我们忘了一条 因为他那台车就是这样直直的开过来之后 先插撞到这台机车 然后他停下来有跟机车骑士 讲了几句话之后 他又上车往前开 那突然就急走 很急的走转弯之后 就撞到店家的大门那边了 那整个过程非常快 那声音也非常大 因为我刚刚在旁边 大概很远的地方 我大家都听得到 正面于港旁的正宾路 29号下午发生一起车祸 红杏男子驾驶车辆 从河滨岛往市区方向行驶 途中追撞到前方骑机车的男子 双方爆发口角 随后驾驶加速离开现场 没想到突然撞到对面店家骑楼 当场插撞路边一台轿车 五辆机车 造成三户大门受损 连警到场 查处发现为红杏男子驾驶 黑色自小客车 先插状鼓动机车后 又撞击停于路边之自小客一步 及机车五步 并造成三间民宅大门损坏 现场两人轻伤未就医 偶然估计酒精同步 设置只为0.61毫克 全案却外后 依公共危险队 及过失杀害队前 提送基隆地监室征办 好在这起事故 就造成多辆汽机车受损 没有迫及到路人 只是车祸现场就发生在 基隆知名观光景点 彩色屋附近 机房也立即到场疏导交通 处理车祸事故 记者黄烧民基隆报导